自助點餐把想吃的統統加到購物車裡 結帳後跳出簡訊 不同於一般有電源叫號的餐廳 餐點好了後 簡訊通知再到指定櫃位取餐 走進素食店 大家都會到櫃台前面排隊 或是用像這樣的自助點餐機點餐 但現在業者有新的發想 用手機對著海報掃QR Code 就可以在手機上面點餐 而點完餐之後 準備好的餐點會被放在像這樣的智能快取櫃 輸入驗證碼 把櫃子打開 餐點拿走 全程都是零接觸 點餐取餐櫃台 縮減到只剩一個 疫情後消費者養成 用手機搞定大部分事情的習慣 智慧取餐也省下零碎等待時間 用餐時候可能人比較多 可以自己練用機台點餐 然後等待的時候 我就可以到附近先換換 或是像我在附近上班 我有時候直接在辦公室 先透過線上的方式點完餐之後 收到簡訊 再來到門市取餐 如果只是點點餐 取一取餐 那就小看了這背後的AI智慧功能 提供更快速服務 當然是業者的核心理念 但其實從整體營運來看 人工智慧的精準運算 還能重新盤整人力資源 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我們也看到了有這個零接觸的商機 所以我們推出了智慧快取櫃的服務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光只有讓消費者安心 其實是不夠的 消費者期待的是更快的服務速度 透過AI智慧預測系統 他有著AI自動學習的一個能力 而且他可以很精準的預測來客數 赤資上億開發AI智能銷售預測系統 用大數據蒐集分析 能預測哪些時段會有多少顧客 那樣外帶比例 不同天候節慶也會影響出餐量 節省下的櫃台人力 移到廚房置餐能加快出餐速度 搭配我們的人力自動配單系統 那以及我們後台的即時生產管理系統 他可以很即時的反映消費者當下的需求量 還有我們在架上的餐點的庫存量 那他可以更有效率的去讓廚房配餐 數位智能未來店成為素食店新面貌 無人商店旋風還吹進電商平台 自助報到記憶輸入手機號碼 接著來到指定櫃位拿了就走 不只買家方便 賣家也能自助記憶 看到這個自取的趨勢 其實是幫助我們減少了這個消費者 在等待取件大概有30%的一個時間 所以滿意度的部分 超過九成以上的用戶都跟我們說 我們非常滿意這個自取店 以機器取代電源結帳 省下成本 店內只需要盤點 捕獲人力 智能櫃設備在缺工浪潮下 是解決方案之一 疫情之後消費者對於自助取貨的流程 更熟悉了 然後我們也看到不只是電商 可能你看到一些外送平台 他們可能也有一些 就是自取的這種美食販賣機 直接進駐商辦 然後讓消費者自己做一個投幣的部分 不需要人員的服務 就可以得到他的想要享用的一個美食 所以我們觀察到像這樣的一個需求 似乎就是人員的服務 不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智能櫃在台灣並非新鮮式 但似乎無法蓬勃發展 除了服務據點不多 超商取貨又太過方便 替代者過去由便利商店主導 不過如果在人力費用 越來越高的狀況之下 這一點可能會有一些的變化 現在的消費者其實喜歡一種 安靜消費的一種方式 我不想跟人講話 我想安安靜靜的按幾個按鈕 就能夠把這個東西拿回家 我其實也不太需要歡迎光臨 謝謝你在這邊做各種的商品的介紹 無人並非通路革新的唯一重點 重點在數據 透過精準定位能分析消費者喜好 進而掌握用戶能著度 可以增加所謂的大數據行銷 我預期台灣會越來越風行 越來越普遍的 那過去的沒有發展起來 是因為這個改變的需求 改變的這個壓力並沒有那麼大 那現在全世界都已經微微風潮了 台灣相對是比較晚發展的 因為用機器取代人力 絕對是不可避免的全球趨勢 AI智慧深入各個角落的時代來臨 各家業者與時俱進 不只搶先卡位 更要在數位洪流中站穩腳步 TVBS新聞陳建民 陳佑翔 王浩與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